罗伯特曾经打趣说 大脑是一个奇妙的器官 他从你早上起床的那一刻就开始工作 直到你进入办公室才停止 尽管罗伯特是在开玩笑 但他对另一件事是正确的 大脑是一个奇妙的器官 它是人类已知的最复杂的物体之一 拥有861个神经元和数千亿条神经纤维 尽管我们的大脑具有微妙而复杂的本质 但我们通常不会做太多事情来确保它的正常运作 或者确保我们为它建立长期的健康做好准备 事实上,你可能有一些习惯 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这些习惯实际上还可能会损害您的认知能力 并增加您在以后的生活中患上阿尔茨海默示症 或痴呆症等并发症的机会 如果你想要你的大脑健康长寿 把以下的10个对大脑造成极大的伤害的习惯杜绝掉 另外还有一个习惯可能会给大脑带来极大的好处 第一,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会给您白天正常运作的能力 以及长期的大脑健康带来巨大风险 在短期内,如果您正在经历睡眠不足 您可能会感到昏昏沉沉 注意力不集中和情绪波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睡眠不足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影响 例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抑郁症、心脏病发作和中风 为了确保您有足够的睡眠 并让您的大脑得到所需的所有休息 请确保您在睡前把所有屏幕关闭 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发出的光 可以让你保持清醒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长 很可能会导致你经常失眠 你可以尝试建立每天晚上同一时间睡觉 和每天早上同一时间起床的规律 养成充足睡眠的习惯将有助于大脑健康运作 第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大脑因体力活动而发达 在短期内,久坐可能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它实际上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 昏昏沉沉,疲劳和精力不足 长期以来,它还会导致焦虑和抑郁 并增加您患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肥胖等的风险 通过在家中或健身房定期锻炼 加入当地运动队或参加健身课程 将更多运动融入您的生活 如果您的工作需要您长时间坐着 请尝试使用站立式办公桌 并定期休息以锻炼,伸展和散步 第三,吸烟 吸烟是一个很难改掉的习惯 但它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有害的 如果你持续吸烟,你的大脑健康就会面临严重的风险 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脑容量的减少 吸烟会进一步导致痴呆症 它还增加了许多不同的肺部 心脏和身体并发症的风险 您可以在网上找到许多资源来帮助您戒烟 了解经常吸烟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才能帮助您改掉这种习惯并让您的大脑保持强壮 第四,脱水 我们的身体主要由水组成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保持水分才能正常运作 没有喝足够的水会导致头痛、头晕 长期没有喝足够的水还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如癫痫发作、大脑肿胀、肾衰竭、休克、昏迷 确保全天喝大量的水以避免脱水 并在炎热的日子里随身携带水 如果您每天都难以保持喝适量的水 请尝试随身携带一个水瓶 或者在手机上的应用程序中跟踪您的用水量 第五,日光不足 日复一日地待在室内也会对大脑的健康有害 太阳提供维生素D 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维生素 可帮助调节你体内的许多细胞功能 并让你全天保持精力充沛 维生素D摄入不足会导致抑郁和疲劳 以及晚年前在的认知能力下降 为确保您获得足够的维生素D 请尽可能在白天到户外散步 锻炼或享受阳光 如果这对您不可用 您可以服用维生素D补充 以确保摄入足够量 鱼和乃至平等食物 也是维生素D的重要来源 第六,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压力会对大脑的健康 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引起头痛、焦虑和抑郁 到失眠、精力不足和思维混乱 压力都会对你的大脑造成伤害 当然,生活中偶尔的压力是正常的 不应该引起担心 但是,如果您每天都感到极度压力 您可能需要考虑重新调整生活 以减轻压力 工作条件 环境和社交生活 可能是您压力的来源 而弄清楚压力的确切来源 是帮助您的大脑保持良好状态的第一步 第七,不健康的饮食 我们放入体内的东西是大脑的燃料 所以要确保你没有吃太多垃圾食品 糖或者是暴饮暴食的习惯 持续暴饮暴食和肥胖 与老年人的智力下降有关 与正常体重的人相比 肥胖已被证明会对记忆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与其食用油腻的热狗、糖果和炸薯条等食物 不如加入更健康的大脑食物 如绿色、多叶蔬菜、鱼、浆果、坚果和全穀物 第八,听大音量的音乐 经常听响亮的音乐 也会对你的大脑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表明 长时间暴露在嘈杂的噪音中 实际上会改变大脑处理语音的方式 这可能会增加区分语音的难度 其他研究表明 在耳机里播放过于大声的音乐会 影响你的神经 从而导致听力下降 因为它对您的神经的影响 与多发性硬化症相似 听音乐时 请确保耳机的音量处于一个合理的音量 如果您参加音乐会或去俱乐部 请戴上耳塞 以减少噪音的影响 第九,社交隔离 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 我们在群体中茁壮成长 需要与朋友和家人建立情感联系 在生命的任何阶段 社会孤立都与抑郁 睡眠质量差 执行功能受损 认知能力下降加速 心血管功能差 和免疫力受损有关 为避免社交孤立 请加入社区中的团体 定期与朋友联系 并努力结识新朋友 通过保持联系 您将改善大脑功能 心理健康 并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 第十,不锻炼你的大脑 为了减少认知能力下降的机会 通过锻炼保持大脑健康 不锻炼大脑 可能会导致停滞和并发症 使用认知训练 并进行诸如提高记忆力 提高心理处理速度 以及发展推理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工作 是保持大脑敏锐的好方法 最后一个习惯 一些研究表明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喝咖啡能够促进 大脑记忆力的上升 适量饮用咖啡 可以改善情绪 警觉性 学习和反应时间 长期喝咖啡 甚至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士症 和帕金森士症等脑部疾病 但是 咖啡也不能喝太多 否则会产生依赖反应 而且还会导致失眠 感谢收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欢迎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见 记得关注哦 更好的视频还在路上呢 我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